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吴坚总结 和大家看看半天的中共股市表现 先跟进一下内地 内地昨天是V型反弹收市 结果收市由得高收 但今天继续是偏远 上证要跌16点 中部是3317点 深证只跌97点 跌幅1% 在10993点 沪深跌36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跌15点 看看港股 港股今早是反复向下 要跌106点 暂时来说半天收报在29574点 国企指数跌0.6% 跌69点 跑输行指 在11635点 半天成交今天录得587亿多 身边嘉宾请来Jason 跟我们跟进一下大市后市的走势 和一些焦点困分消息 Jason你好 先看看市况 昨天见到琴指 美市的时候相当有威慌 因为重磅股突然间倒升 令港股有个B型反弹 但收市只是未跌5点 今早来说市都好像不错了 最高见过29831点 但很快便要跌下来 半天来说都要跌0.3% 究竟现在市场上升不太起 跌又不是跌得太久 是不是都会反复征股这个格局 是的 跟前几天的说法都一样 现在市场到之前接近3万点 穿过的 但站不稳下来之后 可能代表着这段升浪 这段升浪 虽然不可以叫高一段落 但至少见到上升的动力 是有点减弱的 即使昨天的恒指 跌到29300几点 有个支持 跟着就托上来也好 但就不代表 这段走势 一定可以很快 再升穿支持高位 所以我自己都预期 短线来说 那个指数仍然都会在29300 至到上面大概是29800 左右 就做一个上落整股的一个格局 所以你见到 虽然昨晚美股做得好的 都看回参议院 那个是常务委员会那边 都算是过了税改的法案 预期就说未来参议院 真是整体表决的时候 应该遇到的阻力都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对于美股来说 是有一个喜讯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会比较担心 可能是北韩那边 那个局势 因为说是今早做方面 又再发射了一程 就是相当之 远距离的导弹 一个洲际的导弹 虽然现在市场上面 对于北韩的局势的关注度 或者那个担心的程度 就没有两三个月之前 那么厉害 但是至少见到现在 恒指的高位上面 稍稍有些什么风险事故 有些什么是你淡的因素 都可能会成为一个藉口 就令到那些黄利沽盘 就是溶出来 那导致那个恒指的升幅上面 就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那同一时间都见到内地那边 今天的市况仍然都一样 因为流动性那边都仍然是偏紧 那央行那边也都是连续三天 就没有再做一个资金淨投放 令到在息口方面 拆息上面仍然都处于一个高水平 所以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我觉得短期内的港股 仍然都是一个反复整固的格局为主 刚刚都说的 下面先看29,350点 即是接近琴翼的低位 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就是金翼的高位 大概29,800点左右 Jason 其实这两天 港股和内地股市的走势很接近 尤其是内地出现一些大型的 就是白马股 有个小股灾的情况 都拖累到港股这边的表现 白马股长期以来 业绩表现很好 还有回报率高 而且股价走势非常强势 都是重磅股为主 近期就见到内地那边 是有个很大幅的调整 港股这边都见到 腾讯和平保 之前是升得很好的 两只强势股 都会出现了一个回软 腾讯今天也是脚软的 因为有单消息 就是见到 马化腾刚出席一个 就是腾讯金融云 是火拍这个 韩州银行协议共同一个 智围银行的时间 马化腾就说他不是太想股价太高 反而希望来着股价走势平稳 都见到股价应声都要下跌 今早原本有点企稳一点 现在跌近1% 去到413这个水平 Jason 这样出道口述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股价 有回稳的迹象 不会再急升 我觉得这个消息 纯粹是一个借口 就给一个市场做回套 或者可能今天的股价跌 就纯粹要找些原因来解释一下 但实际上 就是说现在 腾讯方面的投资 特别是说资金来源方面 其实都不是说 只是马化腾控制得到的 虽然他仍然都属于公司的主席 或者是最高的决策人 但是看他手头上面 那个持股 都已经减少到 只有5%以内 反而真正你说 持续腾讯持续多 都是一些很大型的基金 或者可能是内地方面的北水 所以你说 当马化腾有这个口述出来 不想股价升得太多 希望平稳 当然这个会不会说 中央方面是有点的指示 需要他这样说 因为都看回之前 好像内地方面的茅台 都因为股价升得太急 就令到中央那边 一些媒体都要是发文 就说要大家警惕股价 就不希望升得太多 那今次腾讯方面 就不是说官方去直接去发文攻击 反而就说有马化腾自己去到说出声 可能都叫做是 就是给一个讯号大家 就说一个股价 可能会有一些整固 或者那个上升的势头会有些减弱 那就是正如刚刚都说的 本身腾讯的股价之所以 升那么多上来 不是说马化腾一个人 就自己托起它 那说就是可能很多其他基金 都因为看重了腾讯 现时本身的业务发展 或者接着一些投资方面 那个收益的增长 所以都觉得它现时的股值 仍然都不算贵 或者未来的增长 仍然都是吸引的时候 那所以即使说 它现时的PE值 都去到整五十倍了 但是仍然都愿意去到追入的 那所以反映上 就是反映上 就是说现时腾讯的股价 升或者跌 就不是说单单一两个人 或者马化腾主席 就可以是说到市 那即使它今天是这么说 令到股价有些叫做跌了下来也好 那我相信对于它整体 因为股价的趋势 就不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影响 好啊 我们再快说一只股份 就是百二三领展 它昨天落实了最高作价230亿 出售旗下17个商场物业 这次的作价 估计可以帮领展带来73亿的收益 维持它的目标价是74元 当然这个作价 整个市场都看得非常乐观 觉得这个价钱 但是股价今天是升了3%之后 大幅收窄升幅 现在只是升0.7% 到70元这个水平 Jason 你又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是否真的帮领展很多 今次这件事出售17个商场 这个交易其实都不是很意外 因为其实之前很多的传闻都说 就是领展未来的方向 都仍然是会出售本港一些公屋商场的物业为主 再将图现回来的资金 就发展可能是内地方面一些商场的项目 或者在香港这边都搞其他方面 可能一些地产发展的业务 所以今次出售这个商场 整体就不是说意外 但是比较令市场惊喜 就是说它在那个作价上面 都叫得挺高 或者比起那个fair value 都高了五成多 所以就出现一个都挺大的一次性的收益 而且它拿了这一笔的钱之后 除了可以继续用你收购之外 也都有机会可以做一个股份上的回购 所以对于这个股价上面 我觉得短期里面仍然是有刺激作用的 好啊 明白 现在的升幅只不过很少 都是Jason 详细的分析 刚才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休息一会 晚点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